日本文化的第一次 大家好,今天是日本文化的第一次 所以我先跟大家說明我在這裡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來台灣之後很多學生問我 有關於日本文化的問題 比如說日本男生是不是大男人啊 還有日本的郊男旅行是什麼樣的地方呢 還有錦山老師為什麼來台灣 還有省戶哪裡有好吃的牛排店等等的問題 我想說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大家也有想問我的問題的話 就麻煩交我LINE 然後在那邊請留言給我 那我會盡量在YouTube或在這邊 或者Blog上面就回答大家的問題 OK 那今天我想介紹的是 因為前幾天有一個台灣學生突然問我 日本的KTV跟台灣的KTV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想到真的很大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介紹的是日本KTV跟台灣KTV的差別 那首先第一個差別是外觀 因為上次有一個我的日本朋友來台灣的時候 我有帶他去台灣的KTV 他一進去就很驚訝 因為台灣的外觀是裝潢非常高級高檔 對 然後包廂也是很大 但是日本就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苦素 很像那種很便宜的商務旅館的感覺 對 然後他驚訝的第二點是餐點 那餐點是日本也是可以叫那種拉麵啊 絞抓啊 還有飲料等等 那台灣也是差不多 但是他驚訝的是台灣的KTV有那個自助餐 他就是第一次看到KTV裡面有自助餐 然後就 就拿一大堆食物 就進去很開心的吃 那對他還有驚訝的是包廂裡面有廁所 他說就好好 裡面有廁所 那但是我跟那個朋友都覺得 日本跟台灣的KTV的最大的不一樣 是唱歌的規則 那日本是唱歌的時候就一進去那個房間 那通常會說你先你先唱你先唱 這次我覺得跟台灣沒差 對 但是不一樣的是 有一個人唱 他只能點一首歌 然後他唱完輪流一個人唱一個 一首歌 然後一個人唱一首歌 然後就一個一個這樣輪流 跟台灣不一樣吧 台灣就是想唱歌的就直接點幾首歌 然後想插播的就可以插播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跟日本的最大的不一樣 那如果 大家有機會去日本 然後跟日本朋友唱歌的話 就最好不要點很多 因為他們會嚇到 那如果 有 日本朋友來台灣的話 我覺得可以帶他去 台灣的KTV看看 因為對他們來說一定是很新鮮 然後覺得很有趣 那我其實比較喜歡台灣的KTV 因為唱歌的方式也是比較隨性 就很輕鬆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壓力 OK那就今天我介紹的是日本KTV跟台灣KTV的差別 好 那就大家晚安囉 うん おやすみなさい バイバイ はい 最後にちょっとだけ YouTubeの説明欄にFacebookページと ブログのアドレス載せているので よかったら見てください あとYouTubeの定覧もクリックしてくれると嬉しいです あともし何か私に質問があったら LINEのIDあるので LINEから説明くれると助かります じゃあ皆さん日本語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OK バイバイ 多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很嬉しい 5分寸 要不足 5分寸 2分寸 對